今年也50了 我想趁现在就有精力 多出去走走 可是呢 他总觉得我现在不顾家 想让我跟着他一起去归女家 可是孩子们 有孩子们的生活 我怕去了以后 打搅孩子们的生活 给孩子们造成负担 我希望嘉宾老师 多帮我劝劝他 多来家里待在 多去孩子那儿看看 这是一个要阻止妻子 去看世界梦想的男人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霍先生 52岁来自石家庄保安 女嘉宾刘女士 50岁来自石家庄无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得有 30年了 30年了 对 20岁就嫁给他了 今天来您是想请嘉宾老师 帮你劝劝夫人是吧 对 劝夫人什么呢 让他顾顾家 我们一块去女儿那儿 常住住 这女儿出嫁了是吧 对对对 还要去女儿那儿常住住 先说说吧 女儿出嫁前怎么样啊 我们挺幸福的 怎么个幸福法啊 你比方说吧 她在家就说是 一切的就是家务啊 洗衣做饭啊 什么事都是她干 什么都是 你别管了我来吧 就是她嘴边的话就说是 从结婚开始就这样 对 坚持了30年啊 对 这样有福气啊 是 父亲应该跟女儿的关系 特别好对吧 对 所以想去女儿那儿住 是不是 对 女儿你带得多 还是夫人带得多呀 我带得多 那您这不对了 这洗衣做饭 带孩子也给她带啊 她喜欢妈 所以她就带外 因为她喜欢 所以她就带 真是打小不管吗 对 那您在家里管什么呢 管玩 三十多年在家里 没吃过苦 没有 是觉得特幸福吗 相当幸福 你在家里管钱吗 不管 那你管啥呀 我什么都不管 老公你管不 不用管 特自觉 我确定放心 对 那你是怎么做到 三十年如一日的 让老公就这么 死心大地地对你的呢 我觉得这是他的本性吧 反正搞对象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要嫁给一个 就是说有责任心 对我好的人 那你觉得你是运气好啊 还是眼光好啊 一下就找了 运气好吧 没觉得苦吧您 没觉得苦 觉得累吗 不累 三十年过来 就接着挺老婆的呗 我看你两个人 都享受这个干嘛 现在又 现在是问题 出现在哪儿了 我不是有个外孙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 没了事了 就是长期在那儿住住 领领孩子 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挺好的事 他老是出去玩去 逛街去 要不就是给他的朋友 去那个唱歌去 打牌去 唱头啊 美中啊 就有点不顾正业 您的正业是给孩子 带孩子 是这意思吧 对 他当初说的 因为我们就是 刚结婚那会儿吧 像就八几年的时候 那会儿基本工资 也就在三四十四五十 相当不错了 甚至学徒工 也就十几块钱 十八块钱 他当时他就说 等什么时候 我月工资 涨到五百块钱的时候 然后你就不用上班了 你就天天在家玩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是他当初说的话呀 可是他现在怎么又 等等 您那资料上面 说您现在无业是吧 您是退休了 还是说真的大哥 挣了五百块钱的时候 您就不干活了 他没到五百块钱的时候 我就基本不干了 那您在家里待了多久啊 我有小孩以后吧 我就 基本就不怎么上班了 这一辈子吧 可能就比方说 上一年班半年班 然后觉得不开心了 我就回来了 歇几年 歇几年 对 然后我可能又些烦了 哎呦 在家待得也好无聊呀 你说那我也挺年轻的是吧 谁能老这么着陪我玩啊 就说人家都上班呀 都有工作呢 我又觉得无聊了 我说不行 我就再去上班去吧 上了又觉得又太帅的话了 你想睡个懒觉呀 想干什么呀 就都没时间 算了吧 我就又不上了 您也是公主命啊 确实是公主啊 就想干嘛就干嘛是吧 对 那现在这个闺女也出嫁了 你们不是都玩了大半辈子了吗 嗯 还接着玩 更自由了是吗 那现在我觉得还能走得动呢 还能玩得动 还有精力玩了就玩呗 你想要玩呢 ante人